果断跟你爸爸提出离婚 那是我真的是实在是忍耐不了 我觉得你的童年已经过去了 对我来说 我做母亲呢 我真的也是为你考虑 因为你那时候也大了 15岁了也跟懂点事 大姐我要插嘴了 妈妈 这是你亲女儿没问题啊 你肯定特别疼特别爱 我们听得出来 这个丫头啊 她就是您生命的延伸 这是没错 亲骨肉又是女孩 所以她是年轻时候的 我的一个缩影 我当年在婚姻的时候的不慎重 导致我这一生可能这么颠沛流离 这个命运绝对不能再降临到 我女儿头上 因此你选择配偶的时候 你一定不能选择 我当年那样的 或者我的那种落魄的状态 这个是她的 整个对你的交流 对因为所有的朋友都说过 我就是我妈的复制品 对 您想不想过这个问题 她为什么找到一个穷的 您认为付不起路费 甚至于靠不住的男人 因为她在心里的 对父亲的感情很深 于是我在生活中 那个父亲 我既然照顾不到 我千万百倍的照顾不到 那么不乏我就去寻找一个 跟我父亲很类似的一个男性的状态 去家喻 伺候照料 其实她心里是在练父 她这个父亲的感觉 如果不打消的话 那她将来两性关系 或者是怎么样 她是不可能像您想象那样幸福快乐的 我觉得姑娘心里很健康 她说财富是由两个人共同缔造的 就像搭屋子搭房子一样 我去搭块砖 你去获一块泥 这个房子这个家 咱们就住起来了 这一点我特别佩服你女儿 她超过了她妈妈当年的情商 这个尤老师是著名的亲子专家 而且在心里上 曾经好像有一种方式 好像叫通过绘画来表达自己的心理 有一种表达方式 就是在纸上画出你们 你们各自的同一个主题 比如说我现在起名叫 家 家园也行 家庭也行 如果妈妈和女儿同时 就这个主题 随便简简单单用线条表达 心里那个最直接的那个形象 配合一下 看你们母女的对接度有多大 好不好 咱们试试看 好 我们的主题就是家 你心目当中的家是什么样子 就化成什么样子 我们也请我们的Kibbo老师 给我们一些音乐 我们留出几分钟的时间 让我们的这对母女 来分别在白纸上描述一下 他们心目当中的家的样子 这个交给尤老师啊 请各位老师们一起看一下 女儿和母亲的作品的共通之处 在于房子 房子的形状和门窗位置都很类似 不同的是 在女儿的话里面 有三个人 三个人分别 在一条路的 就是左中右 三个景色太阳房子和树 象征着一家三口 它始终活在一家三口的那种幻想里 感觉里 而且这个画呢 充斥着纸面 言外之意就是 我希望我的家充满 我的爱充满 这个大树需要依赖 房子呢 我是需要保护 这个没问题 女儿的需求 很简单 很简单 很直接 只不过我想问一下姑娘 请问这三个人 谁是爸爸 谁是妈妈 谁是你 中间的是我 两边的是父母 OK 这个妈妈的话呢 是树房 还有两个人 上面两个人头上有两片云 我是一片云的时候呢 有时候欠缺保护 头顶上呢 好像可以遮阳 很现实 旁边的房子呢 也是希求不大 的确 但必须有房子 树呢 显然这个树干不那么粗壮 不可依赖 但是必须得有树 树下面还有三个小苗 似乎象征着隐隐的希望 最可贵的是女儿和我走在路上 我多么希望我们并肩作战 一切在一个方向 女儿的画的三个人是 同时面对我 就是面对读者观众 妈妈的画 是同时面对那个房子 我们俩想回家的意思 对 我需要的这个家 很简单 然后我们母女俩 每天回家 更多的时候 一块能回家 回到家之后 家里有花花草草的 很温馨一进这个家 我们说是一个人的爱的能力 它就像一个水池一样 从小是需要有人来注入的 假如说 大姐 如果您在很小的时候 有妈妈非常疼爱你 爸爸非常照顾你 哥哥非常呵护你 当你遇到难题的时候 有人替你出主意 有人甚至替你出气 如果你的这个爱的水槽是满的 你可能现在就能给到 人家真的姿远 作词 mo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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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表达的能力全是他的错吗 这是他某种方面的欠缺而已 可是并不能因为这个否认他对你的情感 那妈妈老了 你是年轻人 我觉得是不是你应该先去学着去感受 妈妈那种不善表达的 甚至表达错了的 甚至适得其反的 但是那种真正的爱的那样的表达 因为你有这样一个妈妈 这是你没得挑的 还有一点 你啊 能自己能立起来 一定要立起来 三十一了 不能再靠着 大妈妈给钱了 这个倒没有 一直都没有 独立和自立是两个概念 我们说独立呢 是你自己决定做些什么 对吧 自己养护自己 可是你今天三十一了 现在第一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 是吧 第二呢 身体不太好 有病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治疗也好 还是你的生活也好 你势必还需要父母来接近 就是说我们家这摊 我说妈 你把这摊弄得太好 要是没有你 我这摊不可能挺这么多 这么长时间 也不能值这么多钱 对吧 也不能经过这么好 但是如果你压的 要是再进来的话 然后有点想法 有点主意的话 可能会比这更好 你这么说 她当时特高兴 但是回头还是该怎么做怎么做 当现场专家 对圆圆进行规劝的时候 圆圆依然沉浸在自己的理论中 她始终认为 自己经济上的不独立 都是因为母亲 剥夺了她的汤味经营权造成的 与此同时 在第二条解释里 刘洋老师与圆圆母亲 李女士的沟通 则相对顺利 我是想让她经营 让她管 因为她毕竟这么大了 她还得找 对 你的方法 对她的一种味道 对不对 那么她有个摊 这也是一个说服力 对对对 您听我说 我不是说一辈子交给她了 你就给她三个月 三个月咱都推不起吗 让她心服口服 以后孩子听妈的不 我自主权交给你了吧 我不管 你完全自主 女儿认为你行 你就锻炼 在与刘洋老师的一番对话后 为了缓和与女儿的关系 李女士决定做出妥协 就刚刚才对我说的 您认同吗 我觉得很厉害 那咱们能这么做的 这个事你看 好 行 这些经过深重考虑的妥协 到底是什么 当女儿得知母亲的让步后 她又会作何反应 现在刘洋老师也带妈妈 回到我们现场了 我们先欢迎妈妈上场 接下来有关于密室里面 刚才调解的经过 我们想拜托刘洋老师 来跟我们详细地讲述一下 刚才的密室调解中 因为远远你不在 我才能真正地体会到 母亲对你特别厚重的那份爱 你说妈妈特别在以前 但是妈妈说了 为了今天真正的表现 妈妈对你的信任 妈妈说把这个摊位的经营权 交给你 她一点也不参与 包括进货 包括你自己独立经营 但是有一个期限 她不可能说你亏损无限期的 以三个月为期限 在这个三个月当中 你挣的钱不少于妈妈挣的 或者说有利润 有一部分盈利 妈妈就允许以后 这个摊位你继续经营下去 第二点妈妈说了 丈夫就是前夫对她来说 她说再有再多的伤害 她不代表你对你父亲的爱会减少 所以以后她尊重你的父亲和你父亲家人 在你的面前 不再对他们有任何攻击 她也理解你这一点 第三个 你认为以前的婚姻和恋爱的自由 可能妈妈有过多的干涉 也干涉到你相对 影响到你的幸福 妈妈说这方面 以后她不干涉了 她希望你能碰到一个好男人 更加希望你对好男人有一个分辨 这是妈妈对你三点能为你做到的 所以我们也真心希望 你除了妈妈对你付出之外 你能为妈妈做些什么 其实我妈说的这些 我都挺感激她的 真的 因为我母亲为我做的 挺多的 真的挺多的 其实妈你知道吗 你女儿并不是说 心里没有你 其实心里 就是因为满满的都是你 因为我在乎你的感受 妈妈 其实我真的 我特别在乎你 我也希望你能幸福 能说咱俩都好好的 你丫头也有不懂事的时候 有很多很多时候 但是真的 我希望我以后能多理解你一点 能多为你做一点 因为毕竟我年轻 过去的 你先过去吧 我希望今后 妈妈看你的转变 看你的行动 同时你在改变 同时妈妈也得改变 对你的方式 对你的方式